如今提到NPU,大家都已经不会陌生 它就是常说的神经网络处理器Neuro Engine 从带领iPhone支持FaceID 提供拍照的实时场景识别开始 人们如今也更注重NPU的性能 把它作为CPU、GPU外的下一个性能指标 然而到了Apple Silicon平台支持逐步完善的今天 很多人要不觉得M1平台剪视频性能强 是因为NPU和Media Engine这些ASIC提供了主要功劳 要么还是认为CPU、GPU和媒体引擎提供了主要的性能 Ne就是打酱油的 从我最近半年使用M1 Max MBP的体验来看 这两种说法都不完全正确 从苹果官网提供的信息来看 神经网络处理器可以为视频分析、语音识别和图像处理提供辅助 这个说法还是比较笼统 因此在这个视频将会从日常应用和生产力的角度 去介绍NPU发挥的作用 相信大家对iPhone上的人脸识别功能已经陌生了 测项功能在OS10和MacOS Sierra引入到Photo App中 相比于同时期Google的云端分析方案 苹果利用本地GPU运行人脸识别算法 因此应私有更好的保证 除了方便照片分类管理之外 可以利用人脸识别为联系人设置头像 这样ShareSheet里的iMessage和AirDrop的目标就不会是一个个弹头 更牛逼的地方是HomeKit安全摄像头可以利用到iCloud人脸库的资料 通过本地的智能中枢运行人脸识别算法 确定来访者身份 比如在你看电视的时候通知你有邻居上门换东西来了 也可以关闭某个朋友或者家人上门的时候的通知 这一系列功能都发生在本地的智能中枢上 所以隐私安全更能保证也可以离线运行 而且可以跟随HomePod和Apple TV升级解锁新功能 比如在人和动物的基础上新增包裹识别 有的人会问明明GPU能做的事情加上NE有什么变化呢 我想HomePod仍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比如A8处理器和S5有着差不多的双核性能 但是两者日常待机的时候 老HomePod的温度要比HomePod的mini高得多 而HomePod刚发布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烫 都是随着新功能的推送而一点点变热 去年长鲜新版AudioOS的朋友 甚至还碰到顶盖过热融化开胶的问题 这其实一定程度上说明A8全靠CPU和GPU 实现一系列功能是相对低效的 而且价格会很难降低 曾经为了拿Windows Hello面部解锁 用的就是OpenCL加速方案 所以遇到GPU出问题 或者相关的OpenCL库加载慢甚至失败 就会导致解锁慢或者解锁不可用 好在AMD这一代轮波朗SOC加入了CVML核心 因此能完成和图像和视觉相关的加速任务 下一代Phoenix APU除了带来Zen4和RDNA3这两大新架构外 也会集成Sylings的AI加速器 AMD和Sylings这一波联手可以说非常值得期待 回到刚才的话题 除了人脸识别之外 照片应用还支持物体识别 比如猫和花 到了iOS15就更进一步 能够直接告诉你画面中出现的场景动物书本等内容 当然在Mac上也同样可用 还有就是大受好评的Livetext功能 能够直接识别图片中的文字并选择复制 甚至可以利用页面搜索功能 直接定位到图片内的文字 可以说大大提升了网页检索信息的效率 而且这一切交给NPU完成 大大降低了对性能和续航的影响 也别忘了Mac上的Hey Siri功能 这一功能最早在T2的Mac上得到引入 通过T2内的低功耗音频DSP 实现了Hey Siri的感知 从而摆脱了插电的限制 而如今的iPhone和iPad也借助更强的AI算力 实现了纯本地的Siri处理功能 换句话说 用户的音频数据可以不离开设备 换来更快的响应速度和更好的隐私保障 当然如今的MacOS暂时还没有开放本地处理 而且老的iPhone 所Watch和HomePod也因为算力不足 不支持这项功能 由此可见 AI的算力提升也为实现新功能带来了机遇 对于NPU强大的识别功能 发布会上就演示了基于物体跟踪的智能遮罩 实际操作中可以直接把高速模糊拖拽到识别到的物体上 点击分析就会识别物体的运动 并调整遮罩的形状 除了跟踪物体之外 人脸也是可跟踪的对象 就比如这里的追踪操作 交给了NPU和GPU协同完成 可以看到整个追踪框做到了紧跟人脸 把原来需要通过手打关键针的达码操作 变成了如今简单的一拖一放 效率大提升 除了视频处理之外 NPU在图像上也有着丰富的应用 比如这张低清晰度的结构图 就可以通过ML超分辨率提升清晰度 同时消除掉图像在压缩中产生的噪声 这一操作过程还可以编写为自动化流程 直接右键选择Quick Actions或者选择设置会计键 就可以实现上述一系列操作 大大提升效率 如果你觉得Pixel Metal Pro太贵 那么就可以选择有免费模型的Y42X 这款App可以在Apple Silicon Mac 以及其他iOS设备运行 只不过高分辨率的神经网络模型就需要付费 之前给大家演示过Pixel的Magic Eraser功能 可以抹掉画面中抢筋的路人 这其实就是一种神经网络功能的应用 当然在苹果生态的图库上也有类似的功能 只不过没有那么智能 但整体效果还算比较理想 NPU还有另外一大功能 就是图像降噪 特别是3D渲染软件在低采样结果下 画面有大量噪点 老黄的Optics渲染器就利用显卡TensorCraw进行降噪 加上画面渲染有RT光追加速 可以说N卡一直是渲染设计师首选 如今的Blender的Cycles渲染器 虽然支持了Metal GPU渲染 但是由于优化不到位和不支持硬线光追 体验只能说凑合够用 未来等NPU降噪可用 至少在实时渲染功能方面的可用性会有很大提升 最后总结 虽然不能说NPU为M1的表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在几个场景中有着拔群的处理效率 让原来那些需要CPU GPU花大力气 才能计算的任务变得非常轻松快速 刚才提到的场景只是我个人使用过程中的一点发现 NPU在音频处理方面也有不少应用 不知道你对NPU如今发挥的作用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帮助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给您看